現在Work From Home 留在家 工作寫稿 長期都會播著歌 不過 家庭音響聽久了 有時都想有少少改變 陳生印年是時候幫自己添置新器材 最近我就想換一套升級喇叭 上網看了那麼多Product Review 都有些心水 不過都是親身去聽聽才能落到決定 所以今天就去到中環KEF Music Gallery 試聽一下 今次我想試的是KEF LS50 Wireless 2 看看產品資料 知道這個Product 最搶眼就是用了全新建構的MAT技術結構 這個由KEF和Acoustic Meta Materials Group聯手研發的全新聲學技術 可以將LS50 Wireless 2的一個空間有限機身 將音質進一步再提升 看回MAT 是用了高度吸音效能的合成物料 結構好像一個高度複雜的迷宮 每條精密管道可以吸收到特定範圍的頻率 官方強調MAT的技術好像一個聲學黑檔 可以消除99%在單元後方所產生的高頻雜訊 令到聲音更透徹純正 重現更加忠實聲音的體驗 而KEF最出名的UniQ同族共點單元技術 在這個型號入面都可以繼續得到成全虛刀第十二代 外型方面 LS50 Wireless 2的機身設計基本上和上代差不多 有四隻色給你選擇 現場這隻礦石白 還有碳黑 太灰 還有特別版的飛鴻 底部四角有螺絲位 方便你加上座地腳架 看看機背部份 這對喇叭主機有不同的連接介面 包括HDMI 光纖 銅軸 Analog 3.5mm 和LAN 可以連接不同的音樂播放器 鑊好線就用得了 安裝也不算很難 另外 現在都有不少人會用無線串流平台聽歌 而LS50 Wireless 2本身亦都應對不同的平台 支援Spotify Connect Tidal Connect 亦都可以在手機或Tablet 安裝Cav Connect App 連接喇叭之後 就可以遙控 播到Amazon Music Cubus 和Deezer 等等 而我覺得最方便的是 它有齊AirPlay 2 Google Chromecast 和藍牙三種大家經常用的無線接播模式 在手機上播歌就可以了 操作非常user-friendly 至於播歌音質方面 LS50 Wireless 2內置擴音機 輸出功率高達760W 對應最高24bit 384kHz的MQA串流音樂格式解碼 亦都對應DSD256 和獲得RoomReady的認證 大家可以用跟機的揚聲器連接線做有線 最高支援24bit 192kHz 或者無線最高支援24bit 96kHz做播放 講了那麼多喇叭規格和操作 來到Cav Music Gallery 不如快點親身試聽好過吧 首先我們分別用不同的播放器和串流平台 聽聽不同種類的歌 先用Player 播放貝多芬A大調第七交響曲 再用Cav Connect App 進去Title 播放Diana Crowe的Let's Fall In Love 還有平井堅還有Amyon的怪物小姐 接著再試在iPhone 播放Move的張敬軒潛水 用AirPlay的方式去連接喇叭 首先第一樣覺得推力好強 聽感好豐厚 覺得音場定位準確 空間亦都夠開闊 聽不同的曲風和唱腔之後 人聲方面細節還原度都幾高 可以呈現到歌手聲線的風格和質感 而且帶到立體感出來 聽交響樂的時候動態收放自如 令到樂章整個氣氛的控托都很好 就算有很多不同的樂器 都可以做到層次豐富清色 除此之外 我知道LS50 Wireless 2具備左右喇叭 各一個重低音RCA信號輸出 配搭我手上這個KW-1超重低音無線連接器 還可以用無線的方式 配合剛剛推出的Cav KC62 或者Cav其他Subwoofer 好像KF92、Cube系列等等的超重低音揚聲器 好簡單就可以組合成2.1聲度的家庭影院 方便大家聽歌、看電影兩棲享受 今次我們就找來廠方最新推出的 KC62重低音喇叭去試聲 這隻Subwoofer體積和一個足球差不多大 但可以輸出紅運實正的重低音 名副其實又細又好聲 先聽一首Billy Eilish的Bad Guy和My Devil I Am 低頻明顯提升了很多 你會很清楚聽到一下一下的鼓聲 但就不會影響人聲 效果比原來2聲度更加有震撼力 我們再用PS5連接Projector和LS50 Wireless 2 收睇Netflix 金製之國的友妻 以及挑戰者1號Blu-ray 快點! 雷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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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營成 你會感受到有很強烈的臨場感 整個音場更加立體及包圍感 亦保留聲音細節 無論收體 隧道有水衝入那一幕 又或者比較靜的人聲對白都會聽得清晰自然 用得PS5 當然要試打機的聲效 我們用PS5玩Marvel Spider-Man 對打的場面感覺很近身 和看戲的效果差不多 呈現到逼真細緻的現場感 試用完LS50 Wireless 2之後 我覺得它的音質表現通透細緻 音質呈現的能力令人相當之滿意 而雙身一貫都是線條簡潔型格 再加上連接的方式齊全 可以用App操作和調整 還有Streaming Platform的支援 它在多功能和操作方面 令到這個LS50 Wireless 2都幾入屋 除了LS50 Wireless 2和KC620 Roover這兩款產品之外 在CAV Music Gallery還有很多不同種類的產品 如無線喇叭LSX LAMA喇叭8Duo 無源Hi-Fi喇叭LS50Meta R系列至Reference系列 甚至是旗艦級系列 如著名英國工業設計師 Ross Love Group設計的旗艦級MUON 只要你想聽 它們都可以試 讓你親身感受一下 全部都可以讓用家試聽和親身感受到 而今次整個試聽的過程 在CAV Music Gallery這個環境 有專人協助我試用和有不同的配合 可以慢慢試聽自己日常聽歌曲 怎樣才可以用LS50 Wireless 2發揮 確實不可以單靠產品的功能和規格 就會清楚明白 大家走開可以隨時上來 又或者像我一樣 在下面的連結預約去到CAV Music Gallery親身試聽 不知道大家對這套CAV LS50 Wireless 2 和CAV Music Gallery有什麼評價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很快就會有新片和大家見面 記得Subscribe我們Price 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 那就不會mitch對你的新片